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o 今天要教大家五個 一定很多人都不認識的IG Stories的秘密 你用這五個秘密 就可以令你的IG Stories更豐富、好看和精彩 這條影片我是 inspired by 一個我很喜歡看的Youtuber叫Sam Sheffer 他拍了一條影片教大家IG Stories的秘密 我就會放他的影片的連結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你們按下就可以看到了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每天都會用IG Stories去分享他們的生活所說的事 如果你想看這五個秘密的話 就繼續看吧 第一個秘密就是你投放IG Stories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些字在上面 我教大家第一個秘密就是 如何把這些牌子變成彩虹的顏色 立即示範給你看 首先你就要打開Instagram的App 去你的Stories這個位置 你就隨便拍一張照片 拍完之後我當作打幾個字 就寫Hello I am Maio 平時如果你想轉個字的顏色 你是按這裡的 那你就把整排的字的顏色轉了 但如果你只要選擇All 把整排字變成這樣之後 然後你按住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的色盤就會出來了 然後你只要一邊拖這顆點過去這邊 一邊拖一些顏色 它就會變成彩色字了 我示範一下 大家看看 叮叮 它就變成彩色的字了 好 第二招就是 如何在一個Stories裡面 把幾張照片放在一起 去片 那如何做到這個trick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要Like 容祖兒最新的演唱會 然後就會跟他說 加油啊 記住大家去買票看容祖兒的演唱會 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各位正傳 首先你就拍一張照 拍一張照 然後就去你的相簿 我當我現在想Post 我們剛剛幫你做Styling的Look 你知道在這個相簿上 按Copy Copy了 在相簿上 對嗎 回到IG Stories 它就會彈了一個Stick出來 你這樣就會彈了在這裡 你知道去到相簿上 選另一張照片 再按Copy 回到IG Stories 又會多一張照片 那你的Stories就可以 在一個Stories上面 有不同的照片 那你這個步驟可以重複 那你就有無限多張照片都可以 好 現在教大家第三招了 這一招就是 大家經常用iPhone的時候 它會幫你拍Live Photo Live Photo 即是你在相簿上 拍完照之後 那張照片會變成動態的一張照片 即是你只要去到相簿上 看到照片 你按緊的時候 它就會動的 大家應該試過 但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個功能好像很無謂 為什麼照片要動呢 但是我教大家 這個Trick 去到IG Stories的時候 其實是超級有用的 怎樣呢 好 我們去片 好 我們又回到IG Stories 我們只要去到IG Stories 選一張照片出來 這張本身是一張照片 大家只要大力按這張照片 你的Live Photo 這張照片就自然變成Fumaran 還要是High Resolution 因為平時用Fumaran拍的話 它會比較模糊 但這個是不會的 Dada 好 教大家第四個Trick 很多時候 你Pose一張照片在IG Stories 如果你Zoom in 想Crop某個位置 將照片會變得很模糊 那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為什麼可以Crop一張照片 你放上IG Stories 都可以是原像數按清的 很多時候 在IG Stories 我當你的照片本身是按的 如果你想Crop到這樣的時候 你這個位置會比較起格 那怎樣可以做到沒有起格的效果呢 就是你去到你的Photo Album 那裡 然後你Addit這張照片 按那個Croping 它是9比16的這個Size 那你就Crop你想要的Size 我想要看到這邊的 那你再按Done 那這張照片就會幫你Crop了 然後你再去到IG Stories 再把這張照片按出來的時候 這張照片就會是沿途 也不會起格 非常清楚 登登 第五個TRACK 就是將你怎樣可以Post Stories 或者一條片的時候 將整個畫面變成單一隻色 然後呢 只是抹去你想要Show出來的部分 那我現在馬上教你們 這件事要怎樣做呢 首先呢 你就去選一張照片 譬如我選這張照片 那我就要去畫筆這個位置 選一隻色 我當你選這個橙色 那我只要大力按這個Screen 就會變成整個畫面多了一個色 再用那個刷指甲 刷我想見到的東西 例如我 那個樣子 那個蜜頭 是不是很神奇啊 耶 沒錯啦 這五招每天用IG Stories都可以用到 這個呢 就是要多謝Sam Shepherd 教我們這個Youtube的五個小小的TRACK 那大家可以快點去看 和去Subscribe他的Channel 那我希望今天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大家記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還有快點Share這條片出來 還有Subscribe出來 你們知道做什麼的啦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